近日,李连杰在青海现身的消息上了头条,不得不说,自从一代功夫皇帝,因身体原因退出影视圈之后,给很多观众都无比的遗憾。 当然,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李连杰的身体状况,最近的现身精神极佳,这也让很多粉丝都显得十分激动。 李连杰与甄子丹年龄相仿,但是近些年病痛的折磨,让李连杰更显老态,相比甄子丹真的是天壤之别。 不过即使如此,看到李连杰极佳的精神状态,这就足以让粉丝们开心不已。 李连杰身体状态准好,不知道曾一汉歌制的两部电影能否有幸见到呢? 太极很多人都知道,周星驰曾打算跟好莱坞合作一部中国功夫特色的电影《太极》,自己在片中饰演一位住在唐人街的太极高手。 只可惜最后一位剧本等原因谈崩了,不过你也许不知道,其实李连杰,自己也曾想拍过一部电影叫《太极》,作为太极拳的推广者。 李连杰拍摄《太极》无疑是很有权威性的,然而最可惜的是,电影在筹拍过程中,李连杰身体每况愈下, 所以该片最后改头昏灭,成了另一部由陈国富监制的同名电影《太极》,当然此后冯德伦也拍了两部《夜游商》这是一部由王家为编剧,并担任制作人的电影。 电影制片出品都是美国企业,是一部中美合拍的武侠大片,电影计划由李连杰领衔,并聚集了袁华、江文、张曼玉、孙丽、黎明等数十位熟悉的影视演员。 这种好华在武侠电影上实属少见,动作上自然少不了天下第一五指原和平的指导。 除此之外,汤维、张震、吴燕竹等十丽派青年影星都曾被邀请之列。 但同样可惜的是,这部美国投资制片,打算以李连杰为绝对核心的电影,在李连杰身体欠佳之后变革式,电影计划曾在2015年开拍,但遗憾的是电影早就不了了之,被遗忘在角落。 随着李连杰身体状况转好,精神状态也一直不错,不知道是否会重反映视圈。